花蓮县议会19号的上午召开了 第20届程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并且对于花蓮县政府83个提案进行审议 程序委员提出意见以及讨论 83案当中退回地震处一案 以及对清发中心清创临选机制 质疑有黑箱作业的疑虑 花蓮县议会19号上午召开 第20届程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会议由议长张俊主持 花蓮县政府共是提案了83案 会议中程序委员对于地震处 花蓮县新办公共工程用地拆迁补偿 救济自治条例部分条文草案 议长张俊才是退回 并请花蓮县政府将发布令 先行撤除后 并在下会期提案送审 而张美惠议员也对于清发中心审查机制 是否公平提出质疑 那我提出就是民众投诉检举的 有黑箱作业这件事情 你到现在没有任何回复啊 你到现在有说明过吗 3月3号到现在 你3月3号不再没有关系 你派了一个完全不知道状况的科长来说明 好那事后你也没有任何说明 现在是4月19号 一个多月 好 谢谢一座 跟一座报告一下 你刚刚一座所提的这个部分我完全不知道 下方这样提 怎么叫完全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 一座刚刚才有提的这些效益 我们都有提出来了 但是你一提三提的时候 我真的是不知道这样子的效果 你这样子空口说白话 当众说谎 不知道 我确实是不知道 那你必须要鲁骨勒勒科长来说明 我们没有反应 我们没有提出来我们质疑点 什么啊 媒体也都有报道了 你都不知道 这个我真的是 益座所提的 要我们提出效益 我们跟一座这些效益 我们就提出给益座来 没有提出我们询问的 你的公开的机制是什么 甄选机制是什么 你的进会长机制是什么 益座长 就这样 最后在程序委员的审议之后 公司通过了82案进入议程 将在20届第一次定期大会进行审查 记者凌桀 花铃士 采访我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不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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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人 敌人 今晚晚禅